那講到建制派的共和黨人 我們就不得不提到這位老烏龜吧 他真的看起來很像一個白話症的烏龜 Mitch McConnell 被問到說 為什麼共和黨在其中選舉會選得這麼爛 現在投票已經徹底結束了 喬治亞州參議院的這個 run-off 也結束了 那各位猜猜看 Mitch McConnell 說這一切都是誰的錯 Jupiter 以為候群聴合收首次會 five We did, by we, I mean the Senate Leadership Fund, did intervene in two primaries in Alabama and Missouri. And I do think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relearn one more time. You have to have quality candidates to win competitive Senate races. We went through this in 2010, 2012, Christine O'Donnell, Sheridan Bangle, Bob Aiken, Richard Murdoch. And unfortunately revisited that situation in 2022. Our ability to control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quite limited in 2022 Because of the support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proved to be very decisive in these primaries. 各位有聽到嗎? 不是他在把這個錯誤怪在川普身上 或是怪到候選人的品質上面 對我來說,在這邊說候選人的品質根本就是一個胡扯的議題 在一個John Featherman,一個腦中風,講話都講不清楚 完全沒有任何思維邏輯的共產黨黨員 都可以當參議院的這個2022年 不要跟我扯什麼候選人的品質 那個人要禁止石油開採,要大設整個賓州監獄 然後把暴力犯罪全部放出來 聽不到任何東西,然後講話比我還結巴 競選的時候根本沒有出來 辯論還不如不辯論 這個樣子的人都可以來當賓州的代表了 所以說我不想要聽到什麼候選人品質的胡扯 但是我想要各位注意到的重點不是這個 各位有聽到這位Mitch McConnell 烏龜仙人說 他們這次在控制黨內初選的結果有一些問題 我以為初選的意思就是讓人民的聲音被聽到 人民可以投票投出來最能代表自己的人 然後那個人再去綜合選舉跟民主黨的候選人競選 請問是誰應該要來控制初選結果的? 為什麼?為什麼是川普的錯? 因為他提名了一些不好的候選人 例如像說Dr.Oz 然後沒有讓你們共和黨的領導階層完全控制初選結果 我以為共和黨的領導階層本來是不應該要介入任何東西的 我以為初選就是一般的共和黨人或者是保守派 傳統自由派 右派自己出來選出能代表自己的人不是嗎? 但是很明顯這不是共和黨要的 共和黨的做法不是那樣 這裡告訴大家一個殘酷的事實 共和黨要的其實跟民主黨一模一樣 他們想要控制初選 他們不想要任何保守派有選擇 然後Mitch McConnell 在這邊說 他說對啊 我們想要控制初選 這樣才可以有更好的候選人出來打敗民主黨 對啊 我也想要有更好的候選人 但是我們不想要那些你提出來那些專門聽你的話的人 這些候選人是代表我們的 是不是代表我的 不是代表你共和黨 我不想要送一個帶著紅色領帶的左派去華盛頓 而且我不相信候選人的品質是亞利桑那州選舉失敗的原因 你共和黨為什麼沒有幫Carrie Lake 為什麼加州 You First Campaign的人 你一毛錢都沒有給 這些人你為什麼都沒有幫助 因為他們這些人不是跟你一樣的建制派 他們參政是要代表我們的聲音的 不是代表共和黨的聲音的 所以他們不會聽你的話 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跟民主黨協商 他們不會妥協 好處是現在的保守派 真正的保守派 不是只在那邊說自己是支持共和黨的人 那些假的保守派 這些真正的保守派 是有反擊的至少在眾議院裡面 Kevin McCarthy 是一個 大概是建制派吧 然後長年以來在共和黨裡面打滾 滿身泥巴的一個人 他很有可能就是這一次取代 Nancy Pelosi 當上眾議院議長的共和黨人 但是這一次有人挑戰他 挑戰他的人叫做Andy Big 是來自亞利桑那州 至少不是像Kevin McCarthy 那樣子 基本上可以確定是跟Mitch McConnell 一樣同火髒兮兮的 他在黨內出選的時候 贏了Andy Big 188票對上31票 但是Andy Big還是說他會在眾議院院長 這個選舉的時候出來挑戰Kevin McCarthy 這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眾議院議長挑戰 因為Andy Big是Freedom Caucus的成員 而且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挑戰的會是共和黨內的沼澤 那這也是告訴我們說 川普真正代表什麼 因為不只是民主黨跟左派討厭他 就連共和黨的建制派也討厭他 2016年的選舉的時候 這些建制派的人幾乎他們會感覺是被孤立的 整個共和黨是全部往川普的方向倒 而且川普最後還贏了 川普的崛起不只代表他們在抵抗左派 甚至在清理右派裡面的左派人士 那未來會怎樣 真的很難說 未來共和黨會怎樣 真的不知道 或許整個川普的Mega運動 Mega movement 川普精神就是政壇的彈花一現 然後之後就回去變成 兩個想要控制人民的黨 互相抹黑的政治型態 因為共和黨在右派群體的力量 還是很大的 所以未來的發展真的很難說 我們只能禱告 然後加強自己 加強自己的家庭 加強自己的社區 期待神用我們的生命來影響其他人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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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